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据美国邮政USPS 从2024年1月21日起 First Class Forever邮票的价格将从66分提高到68分 国内明芯片邮票的价格也将从51分增加到53分 国际明芯片的价格将从1.50元增加到1.55元 除了邮票价格上涨 1月21日起 Priority Mail和其他邮政服务的价格也将上涨 USPS Ground Advantage的价格将上涨5.4% Priority Mail的价格将上涨5.7% Priority Mail Express的价格将上涨5.9% USPS Connect Local的价格将保持不变 由于运营费用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 而且以前有缺陷的定价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 因此需要进行这些价格调整 为USPS提供急需的收入 USPS在10月份时表示 通胀压力持续存在 在告别2023年之际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特别发表以下新年贺词 特鲁多表示 今年加拿大人在一些困难时刻表现得坚强 尽管面临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 全球通货膨胀和加拿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 加拿大人没有放弃 我们努力奋进 照顾邻里 相互关心 加拿大政府向最需要的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通货膨胀救助 我们在半数以上的省份和领地实施了十家元一天的儿童托管服务 我们推出了将汇集数百万加拿大人 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牙科保健服务 我们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到我们的社区 创造了我们的工人可以依赖的就业机会 我们共同努力更快速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更多的住房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我们将继续支持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建设更多的住房 确保空气环境 在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时 让我们再次承诺秉持团结 包容和多样性的价值观 这些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的定义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让我们一起不断努力 使其变得更好 新年夜 纽约州北部一家娱乐场所发生一起惨烈车祸 导致三死四伤 调查人员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此事与恐怖主义有关 事故发生在周一凌晨12点50分左右 当时罗切斯特的科达中心 正在举行一场约有一千人参加的音乐会 警方称 事发当时 在音乐会观众走出场馆之际 一辆向东行驶的福特探险者撞上了一辆 正在驶离附近停车场的三陵欧兰德 碰撞的力量导致两辆车穿过人行横道的一群行人 并撞上另外两辆车 据悉 车祸导致三陵汽车上的两名乘客死亡 司机被送往医院 伤势没有生命危险 福特汽车的司机也因伤势严重而住院治疗 但于周二被宣布死亡 车祸还撞伤了三名行人 其中两人情况危急 车祸还引发了大火 近一个小时才被扑灭 罗切斯特警察局局长史密斯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大火被扑灭后 第一批救援人员在车内和周围 发现了至少12个汽油罐 罗切斯特警察局拆弹小组 和联合纵火特遣部队 对现场做出了反应 执法官员后向ABC新闻证实 福特探险者的司机来自雪城 他开着自己的车到雪城机场租了这辆超大型SUV 史密斯周二称 初步调查表明 艾弗里可能患有未确诊的精神健康问题 但官员表示 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但目前已排除恐怖主义 新年初始多伦多举行了多场烟花秀 不少华人也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选择去市中心凑凑热闹 然而 虽然看烟花时很激动很浪漫 但新年夜活动后的人群拥挤 简直让人难以接受 甚至惊魂未定 有网友发布了一张在市中心Union Station的照片 真的是密密麻麻的 人头攒动 人太多多的差点发生踩踏事件 有华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自己跨年凑热闹去湖边看烟花 往回走到Union Station被挤成夹心饼干 楼梯走到地铁口走了一个多小时 由于严重的交通延误以及人群拥挤 导致很多群众多次在地铁还没进站时 后方人群就开始向前拥挤 前排人群十分慌张 怕自己被挤下地铁轨道 周一晚 进球Powerball彩票进行新年的第一次开奖 奖金预计高达8.42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进球开售以来首次有人在新年第一天中得投奖 在密歇根州Grand Blank售出的一注彩票中得大奖 中奖号码为12、21、42、44、49 进球号为1 上周六 进球进行了2023年最后一次开奖 无人赢得投奖 仅有几注彩票命中了前面5个数字 据进球彩票官方消息 本次开奖奖金预计高达8.422亿元 是进球彩票史上第五高额奖金 也是美国彩票史上第十高的金额 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提取4.252亿元的奖金 早前预估的投奖金额为8.1亿元 而随着彩票的销售 这一数字被进一步推高 进球官方发布的新闻稿称 这也是进球1992年开售以来首次有人在元旦当天中得投奖 上次有幸运儿赢得进球投奖是在去年10月11日 奖金高达17.6亿元 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 中国汽车巨头比亚迪取代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 比亚迪称 该公司去年12月份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为19万辆 较上年同期增长70.4% 包括11月份售出的17万辆电动汽车和10月份交付的16.5万辆电动汽车在内 比亚迪在去年第四季度共售出52.64万辆电动汽车 特斯拉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其第四季度汽车交付总量为48.45万辆 同比增长19.5% 高于Factset预期的47.3万辆 但较比亚迪的总交付量低8% 2023年全年特斯拉电动汽车销量仍超过比亚迪达到180万辆 比亚迪去年销售了157万辆电动汽车增长73% 他们同时还售出了144万辆混合动力车 但最新数据意味着特斯拉与比亚迪的差距正在缩小 两者2022年的销售差距为40万辆 在沃伦巴菲特的支持下 比亚迪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崛起的一个象征 由于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的大力支持 中国在向电动汽车转型方面进展迅速 北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 即到2025年 每年销售的新车中至少有20%是新能源汽车 包括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 政府表示到2035年 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新车销售的主流 第一个目标已在2022年实现 大约提前三年完成 第二个目标也可能比预期更早达成 然而去年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价格战 影响了许多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率 行业组织中国乘用车协会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前11个月 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仅为5% 低于2022年的5.7%和2021年的6.1% 为抵消国内市场放缓的影响 中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寻求在欧洲 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扩张 以实现海外增长 去年12月 比亚迪近90%的销售额仍来自中国 但其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 在2023年下半年的海外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 然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海外扩张也面临阻力 欧洲正在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 在美国 拜登政府也在考虑提高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 因此 中国汽车制造商加大了在欧洲的投资 以便在当地生产汽车 上个月 比亚迪宣布将在匈牙利建立一家电动汽车工厂 这将是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家乘用车工厂 该公司已经在匈牙利开设了一家巴士工厂 请不吝点赞订阅